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理事邓宏 让我们执法手法据理力争 经过一个星期的审理 陪审团很快的在三个小时之后 才一定牵扯到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 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主任Charles Lieber 这个罪名成立 这六项罪名其中包括两项 向联邦探员提供不实的证词 还有四项偷税漏税的这指控 他可能会面临最高五年的劳刑 当然的话因为联邦案子 不允许这个电视的直播 这种不过来说 华尔街日报还有纽约时报 都有记者在这个现场 我们看一下这的话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说经过一个星期的审理 陪审团最后裁定 这一名知名的科学家 因为牵扯到向联邦探员提供不实的证词 被定罪了 当然他的指控里边并没有说 他是因为提供武汉理工大学一些保密的 或者机密的文件 而是说他向联邦政府探员 这个路口供的时候 他没有讲真话 当然的话在这个在停上的时候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话 他说当时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 检察官将Libber逮捕 逮捕的时候他开始问话 有几个小时的问话 从这个这卷问话的录像录音带作为成谈证据 以后陪审团听到了话 他为什么跟中国政府参与千人计划的犯罪的目的了 当然这个动机里边说 他提到很多国家他们有很多的钱 他说Libber说在录音带里边 他说当曾经有一个中东的国家 中东的大学 他说只要用他的名字 用哈佛大学的品牌 他就马上的话可以付他 比他哈佛大学薪水还高的报酬 以后他说这个钱很有引诱力 但是的话并且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中国是非常有钱 可以用来引诱这些人才 在这个录像带里边的视频里边的话 这个Charles Libber的话 他也承认他这个在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拿到了这个用现金的支付的薪水 并且他将这个钱给了他太太来支付 一些这个日常的生活开支 同时的话 他并没有将这些现金会报上去 同时他也跟探员说 他中国账户里边 现在大概有20万的美元 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钱 他说我不需要这些钱 并且的话 他认为这些钱的话是不正当的 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来使用这些钱 所以的话 他说他最重要 他要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的话 他希望他的成就 他方在纳米方面的研究 能够得到世界的公认 他说这个在科学界里边的话 国之合作是经常的事情 并且的话 彼此合作能够提升他的名誉 并且的话对他来说 他的梦想是拿到诺博尔奖 他说他希望的话 能够跟中国的合作 能够提升他的知名度 所以的话他说 我是想让世人承认 我所做的东西 因为他每一个科学家都想 一毕生的梦想 就是想拿回拿到诺博尔奖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检察官将他的为名为例 这个犯罪的动机呈现出来了 当然在辩护律师方面的话 在他的截辩里边 辩护律师他的说的话 就是说在这边 在法庭上面 没有人检察官并没有提供 任何千人计划的内容 所以在里边怎么样资格 他并没有 他说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所有的利博尔教授所做的贡献 他的科学家的贡献 科学方面的研究 都是属于公开的 有都是为了人类的发展 为了世界的发展 都是有推动的 但是为什么的话 他却被甩锅 被面临刑制指控 他说在这个案件里边 没有坏人 也没有受害人 也没有任何人的话被抢了 也没有任何人为了这个案子而自负了 以后他说 但是的话 最重要的话 就是因为 这个纳米教授 为什么受到了那么多的重罪指控的话 就是因为他是因为被衰选出来 因为美国政府要针对中国的签证计划而来杀鸡敬猴 来找一个替罪羔羊 所以他这个但是陪审团并没有认同辩护律师的辩解 一般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陪审团经过没有办法定罪 他基本上这个他会拖好长时间几天之后 但是陪审团的话在三个小时之后之内两两个小时45分钟做出来裁决 这表示的话这个陪审团认为这个虽然 Liber教授没有被指控参与签认计划 但是他因为欺骗了哈佛大学 以后满洲哈佛大学跟武汉理工大学成立了研究所 拿到中国大学给他的报酬 没有申报 所以他认为这项罪名的话 这六项罪名是成立的 当然向联邦探员提供不实的证识 最高可以判罚五年的劳刑 没有这个有海外账户超过一万块钱 没有申报 这个部分的话很少会真正会判一年以上的劳刑 现在这个教授的话 大家法律界估计可能会面临六个月到一年左右的劳刑 不过来说这个美国的杀鸡敬喉 这个部分将这个教授 一个可以说世界公认的纳米专家 拉下了神坛 以后让他坐牢被他病罪 这也是起到一个杀鸡敬喉的作用了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